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從頭影片帶著大家 我們一起go through 一下 電池跟電解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應該對大家來說 難度上面應該是適中的 不會太... 因為或是簡易的 對不對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好 新銅電池我們昨天講了 但是同樣的原理原則 可以apply到其他各種不同的電池 比如說同銀電池 或者是電池改成另外一個 比如說氫 用標準氫電池之類的 好 那個都是可以貪心的去代換的 好 那我們一般在寫 心銅電池的表示方法的時候 這個以前有沒有學過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好了 昨天我們講心銅電池 那我們根據心這種金屬跟銅的金屬 他們本身得到電子 或者是失去電子的傾向不同 所以造成它會有一個電子的流動 那我們每一次要去描述一個電池的時候 為了偷懶起見 不用每一次都畫這樣子一個全圖 然後把它的半電池這邊畫出來 所以有一個簡易的表示方法 以前有沒有學過 有嗎 這個是簡單的表示上面剛剛前面那張圖 這個圖告訴你什麼 這個是一個心銅電池 然後它的電極呢 心跟銅 所以最外面這邊是心跟銅 然後這邊是 這個部分是氧化的還是還原的半電池 氧化 因為它會從心變成心二正 那麼是在EM的情況下 然後它的那個電減值 species 還有它的concentration有些是括號 有的時候沒有東西不一定會飆 好 然後另外這邊是銅的還原的半電池 半板A 那這邊的話一樣電極寫在最外面 它是從銅的二架還原變成銅的電極 那這中間有岩橋 我們一般用這個符號對不對 用這個符號 就用這樣子簡易的方式把它描述出來 那一樣的原理原則可以apply到各種不同的電池上面 比如說這是銅銅電池 那銅跟銅誰失去電子的能力比較強 銅嘛 所以現在變銅是氧化的 然後銅是還原 那這邊的話其實原力跟之前的心銅電池是一樣 那只是換一個電子換了一下 那這時候銅因為它失去電子能力強 所以它變成是失去電子的那一方 那換過來銀就變成是得到電子 那氧化還原電位怎麼算? 你去看那個銅的還原電位 跟銀的還原電位 哪一個比較大? 大的那個就是會發生還原 那另外一個就要反過來變成是氧化 然後還原電位加重起來得到總電位 那這有的時候會要你去判斷誰是比較強的氧化劑 或誰是比較強的還原劑 那個不會搞混吧 你只要清楚明白氧化劑的定義 或者是還原劑的定義 還原劑它是本身是氧化還還原? 還原劑本身是氧化的 所以問你哪一個是比較強的還原劑的時候 你就是去看誰的氧化自己本身氧化 比較容易氧化比較容易失去電子 像這樣子去比較 然後我們昨天也提到了標準電極 我們是用標準氫電極來當作參考電極 那簡稱SHE 它的電位是0伏特 那其他所有的不同的物質的話就是跟氫來做比較 像是這個氫跟氫 氫跟氫當作標準電極 氫電極的時候它形成的一個電磁 那麼它得到的那個voltage 它的電壓是0.763 所以因為氫設定的是0 氫是0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氫它的那個電位 好 所以這個0.763是氫的氧化電位還是還原電位? 蛤?氧化的 你從這個這個式子來可以看得出來 氫是氧化的 那因為氫還原電極它的電位是0 所以氫的氧化電位我們就可以得出來是0.763 那依此類推銅跟標準氫電極 我們一樣就可以根據這個測量電壓的device 好 像這個三用電錶或是伏特劑 我們就可以得到某一個特定物質拿氧化的電位 好 這是銅的 不過這邊的話銅是還原 好 銅是還原 因為跟氫 他們還要跟氫去比較 好 去看誰 誰的丟失電子的能力比較強 好 那你一旦清一個電池它的 你一旦先決定了誰是丟失電子的一方 誰是得到電子的那一方 你就可以決定電子流動的趨勢對不對? 好 那它怎麼流動的 你就可以去決定出來了 那一般來講的話 從陽極到陰極是什麼? 嗯? 電子是怎麼流動? 陽極 對 那電流咧? 電子流跟電流的方向剛好是相反的 相反的 所以那個要搞清楚 好 那這些都基本的 這邊只是在重複的提醒你們怎麼去平衡 當有那個標準電子參與的時候 怎麼去平衡一個氧化環原反應 所以這邊 我們可以比較快看過去 還有這個是之前 已經幫大家帶著大家一起推導過的 可以跳過去 好然後這邊回顧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證明為什麼 然後 free energy 它就是做電功的能力 我們這邊有推導給大家看過了 這個應該不用再重新推導吧 應該不用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講熱力學這邊就已經先 交過了 好 然後 nerst equation 就是從這邊來的 OK 好然後 然後nerst equation的應用 好 那個濃度怎麼變化 濃度變化的時候 我們把它帶進去 nerst equation裡面去算 好 這邊都沒有什麼 好 好 那我們昨天跟大家預告過了 那個 我們平常在學氧化還原反應 那我們從氧化素先去決定 用一個物質它的氧化素 然後來決定 當氧化還原發生的時候 誰會丟失電子 誰得到電子 好去定義出來 那如果我們更深一層的 更細 更微觀一點 去看一個氧化還原反應的話 它實際上在進行的是什麼反應 電子的轉移 Electron transfer的反應 那 在微觀下面 Electron transfer的這個 變化轉移的過程 有哪一些要考慮的因素啊 你先想想看 想一下 我們決定了氧化素 那只是決定說 它根據氧化素的變化 然後決定誰是在丟失電子的 誰是在還原電子的 但是你如果回顧我們這樣一路走來 我們在討論某一個物質的時候 它有它的能階嘛 它有它的能鈦 所以當它丟失電子的時候 它是從哪一個能階 丟出來的 激發鈦 激發鈦 激發鈦嗎 還是激鈦 一般是在 從它的最外層的電子 最外層的電子 它要丟失電子 發生電子轉移的時候 不一定 那是看體系啦 那一般的話 在液態的環境下的話 它是在一個它的穩定的狀態 那就是它的激態 ground state 它的最外層的電子發生轉移 轉移到另外一個要接收電子的species去 所以第一個要考慮的是 它是從哪一個能階上面 在發生電子的轉移 那這個是我們傳統宏觀上的氧化還原反應 不會去不太會去探討到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了 其實不單只是氧化還原反應 我們所有的物理過程或是化學過程 其實它背後都有一些熱力學的殘屬在操縱 也有它發生的多快呢 是由動力學的因素在操縱 那同樣的這些動力學或是熱力學的原理原則 它一樣會apply到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跟氧化還原反應有關的這些熱力學啊 動力學啊怎麼去考慮 那這個就是我昨天跟大家先預告過 那個盧道夫 Rudolf Marcus的這位教授 他是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一位教授 他去formulate 他去發展出來一個電荷轉移理論 那他在其實他滿早 他在1950年代1956年到1963年 他連續的就是發了發表了好幾篇論文 在探討這個電荷轉移的問題 那他當時做了一些預測 就是他根據譬如說某一個物質 它的自由能 然後跟它的電荷轉移的速率 這之間的關係 因為有一些 他預測的有一個區域 我們等一下會講 是跟我們平常的那個知覺 是剛好相反的 那一直到1984年的時候 他的預測終於被實驗驗證了 實驗驗證出來 然後他在1992年的時候拿 諾貝爾的化學獎 根據電荷轉移理論得到化學 諾貝爾獎 所以其實洋化還原 不是我們平常看到這麼簡單 它裡面有很多複雜的因素 是需要考慮的 那我們今天就潛談一下 有哪一些因素是 可以在更深一層去考慮 那第一個我剛剛說了軌道 他有一個charge的donor donor就是提供電子的這一方 那有一個是要負責接手 得到電子的這一方 那他在你丟我減 這個電子在轉移的過程 他是從donor的哪一個orbital 丟出來 然後在接收電子的這一方 他是從哪一個orbital去接收電子 這個是需要考慮的 那為什麼需要考慮 跟他的電荷轉移的效率 還有跟他電荷轉移的速率 會有關係 好還有一個丟一個減 但是他們在實際上 在空間中或在一個容易中 他們的距離重不重要 重要也重要 比如說我現在要丟一個東西給你 我這麼近的丟跟我在很遠的地方 來接住 那個其實效率是不一樣的 好所以那個distance between the electron donor and the electron acceptor 他們這之間的距離 也是一個考量的因素 好那有的時候呢 他不是直接的傳 然後他有的時候會像接力這樣一個傳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 要把我的那個電子 傳給最後面的同學 那我如果這樣子直接丟給你 可能效率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如果用傳的 charge先transfer 一個一個傳傳到最後 好那個那個是sequential的charge transfer的過程 就是跟他怎麼去傳 電子怎麼轉的也有關係 好那還有呢 favor spatial orientation 跟這個分子啊 如果現在是一個分子 我們剛剛之前談的都是金屬 又是一個原子 但是如果他現在是一個大分子 他要發生電荷的轉移 他要把電子丟給另外一方 B這個molecule 他的空間的位像做不重要 重要 也會有的時候也會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就比如說 他是這個大的分子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他要負責把電子丟出去 給另外一個對 給一個accepter 那如果是剛好位像這樣對的丟 或者是我這樣子背面 然後這樣子丟 那個位像是也會有影響的 好 還有charge transfer mechanism 就是電荷轉移的機制 電荷轉移的機制 其實我們這個機制的話 可能有 從可以從古典力學來看 好就直接電子 我把電子這樣傳給我 或者傳給你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 是quantum量子上面的tunneling 碎穿效應 就是碎穿量子 從量子力學的觀點來看的話 有一種效應叫做 我們之前有沒有講過碎穿 好像有聽過嗎 碎穿效應 就是在古典力學的世界裡面 宏觀世界可能覺得應該是不太會發生的 但是在量子的圍觀的世界裡面的話 其實它是有機率發生的 有這種tunneling effect 好 還有 電子在轉移的時候 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它會不會伴隨能量的反應 會伴隨能量反應 會啊 通常是會伴隨能量反應 它有可能它在電子轉移的過程中 它會吸熱或者是放熱 那其實這個也是我們體內很多 很多生物反應在進行的時候 它是一種把電能轉換成化學能的一個機制 就是它在變化轉移的過程 氧化還原發生的同時 它會有一些化學能 或是它有一些熱量伴隨著改變 那我們可能體內會利用這些能量 儲存的這些化學能去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它會往往氧化還原反應的話 它也會伴隨能量上面的改變 好 還有intermolecular process 分子間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可能在丟的時候 它可能不是直接的direct 它可能是indirect 比如說它先丟A先傳給B 然後再傳給 我現在要A傳給Z嘛 它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它會有一些分子間的先這樣子的傳遞 好 那麼 動力學上面它的time scale 動力學的在討論的範疇 就是這個反應發生的有多快 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它如果發生的快跟發生的慢 它其實造成的效果是可能是不一樣的 當然是越有效的可能越好 因為往往在體內發生氧化還原 或是在周遭的世界發生氧化還原的時候 它可能有其他跟它去compet 有其他的反應途徑去跟它相競爭的嘛 記得嗎 我們在講動力學的時候 一個A到B這個反應 但是它可能有其他的side way 就是不同的途徑去相競爭 所以當你的目標是要把變子從A傳到B的時候 但是它也有可能有其他的途徑 那你如果傳遞的夠快的話 你就可以是一個dominant的途徑 要不然的話它可能就走到差路去了 發生不一樣的事情 產生不一樣的後果 所以time scale 那這個Marcus Lerich 或者是一開始是Marcus 他提出來的這個電荷轉移理論 就是在討論跟電荷轉移相關的 從動力學還有從熱力學的觀點 去探討氧化環原反應的一個理論 Marcus理論我們等一下講 我們現在先繼續把那個投影影片這邊 有一些需要帶大家看的一起看 那個電解的部分 電解的話之前講的話就是本身不是自發 但是你一旦給它足夠的電源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是可以進行的反應 這個是Electrolysis這個字可以記得一下 Electrolysis是電解 然後Electrolytic是它的形容詞 就是電解的電解的電池這樣 這個應該以前有學過 融融的氯化鈉的電解過程 有學過 那它這個過程是怎麼走的 它這個是在融融的氯化鈉裡面 所以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鈉離子有氯離子 對不對 所以它在發生的話會發生什麼反應 鈉得到電子變成鈉金屬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氯離子 然後得到變成氯 然後放出兩個電子 這個過程 但是如果變成今天如果是氯化鈉水容易的時候呢 就變成是水的電解 為什麼 就是你要去比較 比如說鈉 那它的那個得到電子的這個還原電位 得到電子的能力跟水這邊 水它會有誰 誰會得到電子 氫有得到電子 H正然後變成H2 它也有得到電子的能力 這兩個去compete 看誰比較厲害 好 那一樣在那個氯極這邊的話 氯變成氯氣 但是水這邊呢 氯它也有能力 對 可以放出電子嘛 那所以一樣 就是放出電子的這一邊 他們也去比較 看誰的能力趨勢比較強 那就是誰獲勝 好 所以這個總反應會寫 半反應 會寫然後總反應要會寫 電解跟一般的電池最大的差別在哪 電解它要有外來的電影員給它 供應給它 它才能夠發生 外來的電影員要提供它 發生電解這件事情的那個能力 給它供 好 這個是水溶液的時候 最高指導原則在這邊 對一個電解電池來講 它如果有很多種species都可以被還原的時候 那麼the most easily reduced species is reduced 最容易還原的那個物質 它會發生還原 去比較它誰比較還原的電位比較高嘛 那另外呢 the most easily oxidized species is oxidized 最容易氧化的那一個 species 它就會發生氧化 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如果你去考慮這個container這個水溶液裡面 有哪一些是可能是還原的 那有哪一些是可能氧化的 然後這幾個半反應 互相去比較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最後是 到底是誰氧化誰還原 那還有昨天跟大家提到有一些 實際上面我們生活中會用到的電池 譬如說乾電池 乾電池它的陽極跟陰極發生的反應 這個都在給你們的那個偷影片裡面有了 然後鹼性的乾電池 它的這個陽極跟陰極的反應 都是氫 那個乾電池跟鹼性的乾電池都是氫 然後氧化 但是它的那個陰極的反應不太一樣 以前有沒有學過什麼是primary voltaic cells 什麼是secondary 什麼是primary主要 什麼是secondary 有學過次級 主要的差別不是說那個secondary是比較不好 我們一般定義的話 secondary cells 它是可以重新重複16倍充電的 那primary 像是一般的家用那種乾電池 它是用一次就不行了 就是這種 那只是一個名稱上的差別 the electrodes in a secondary cell can be regenerated by the addition of electricity 所以它電用耗盡之後 你再充電 你再把那個 electricity 補進去 它就又可以再重複使用 這種叫做secondary的 voltaic cells 然後千序電池 千序電池 它的反應 它所涉及到的反應 圖有一些小 它的陽極是什麼 然後陰極是什麼 這個合去指引 好好看一下 然後最後的總反應 這個應該以前學過嘛 千序電池 有印象 所以它這邊的話是放數電子 然後氧化的話 千變成硫酸千 然後另外這邊的話呢 還原的是二氧化千 然後最後也是變成硫酸千 這是總反應 這是聶格電池 這是聶格電池 燃料電池 就我昨天跟你們說 可能這三個電池 它的可能要花一點時間記一下 或是恢復記一下 它們的陽極跟陰極的反應分別是什麼 還有那個corrosion corrosion 它所涉及 它這個腐蝕 它也是涉及到氧化還原的反應 它是鐵的氧化 鐵大概是鐵 然後變成是三氧化二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Marcus theory 它到底在講什麼 Electron transfer 簡稱ET ET 馬可氏的ET理論 不是外星人的ET 其實氧化還原反應 它可以說是自然的反應 在氧化還原界裡面最重要 最critical的一個反應 像我們的呼吸 還有光合作用 植物的固氮作用 都是屬於氧化還原的反應 這個字有沒有學過 這個字有沒有學過 Respiration Respiration 有背過 有背過 啊是什麼 啊是什麼 趕快按字典 趕快按字典 呼吸 對 呼吸 好 顧膜 這些 這些都引爆了氧化還原反應 為什麼叫redux redux 氧化還原 氧化還原的簡稱 氧化是什麼 oxidation 然後還原是reduxion 那因為氧化還原 它一定要同時進行 所以就是reduxion and oxidation 那每次都字很長 所以呢 就再次偷懶 就簡寫 大家就簡寫 就變成redux 好所以這邊再次重生 你要去了解一個氧化還原反應的時候 我們把它擬人化 變成who donate electron 誰 對哪一個species 你要先去identify 誰是donor 誰是accepter 就一出戲裡面 誰是男主角 誰是女主角 主角先把它定義下來 d跟a先定義下來 那有的時候你光定義 哪一個斗內電子 或是接收電子還不夠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大分子的話 我們更prefer的是 你還能夠知道它是 這一個分子裡面的哪一個原子 在做這件事情 它的reduxite 還有這個電子轉移的效率 它到底轉移的有多快 其實也是科學家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一個是多快喔 這件事情做的快慢 另外一個是效率 效率 那效率當然它跟它發生的多快是有關聯的 但是不是直接的關聯 不是相等 但是呢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它的efficiency跟什麼有關 如果一個物質它把電子丟出去 如果呢被路人甲撿走了 最後沒有到達最後的那個accepter 那可能這一個電核轉移就是失敗的 所以它的效率可能跟它有多少的一些可能 其他可能競爭途徑也是有關係的 它的efficiency 好 好 那這邊的話 對於電子 對於電子 donate電子這個doner 我們還可能可以考慮它到底有多容易失去電子 或者是接收電子的這個它有多容易接收電子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之前學的幾個參數有關係 多容易失去電子是有跟什麼有關 跟多容易失去電子 游離能嗎 失去一個電子 游離能不是失去一個電子所需要的能量嗎 失去第一 第一游離能就是失去它最外面的那個電子 對所以how easily這個電子 這個物質可以把它的電子丟出去 涉及到這個物種它的游離能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另外這個accepter它有多容易得到電子 這個跟它的電子氫和力有關係 好不然人家要給它 但是它不太喜歡電子 它氫和力如果不好的話 它也不那麼容易接收 所以IE跟alization energy 跟EA electron affinity 在這當中的話是有扮演一些重要角色的 好適合的 就像亨宣說 那看一下 好適合的 好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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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这几个因素 需要去考虑的 一个是IE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 accepter的EA的问题 how well the acceptor can accept the electron related with electron affinity 这边 Ionization energy 有力能呢 Ionization 看得出来吗 什么 Ion Ion I-Z-A T-I-O-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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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先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在讨论动力学的时候 A跟B要相遇到它发生反应会有几个步骤 因为氧化还原反应它往往都是在溶液态下进行的 有的时候是异象 比如说在固态跟液态或者是固态跟气态 但是很多氧化还原反应它是在溶液态 或是水溶液态下面进行的 所以当donor跟accepter要发生电荷转移的时候 有哪一些先决的必要过程 先在茫茫人海中要先相遇 要先相遇 在很多的solvent当中 很多的溶液分子当中 d跟a要先碰在一起 或者说要先足够进 然后足够进了之后 才会发生电子的转移 那donor是丢电子 所以它转移之后它就变正 a再变负 a得到变负 所以它变负 然后电子转移了之后变成d正a负 然后它可能就各自又离开了 又离开了 交易完了 电子的转移完成了 它就又离开了 所以往往它这个数率决定步骤 是决定在这一步 KET 不是全部啦 但是很常识 很大部分的scenario 这一步是很重要的一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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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很多 in many redux reactions the reaction rate is limited by the rate of electron transfer 这一步 还有我们在讲一个molecule的时候会谈它的位能曲线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记得齁 对不对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最简单的模型怎么画 怎么画 怎么画 先这样画好了 就是假设它是那种harmonic oscillator 其中它在发生反应的那个坐标啦 因为其他坐标我们没办法全部考虑 我们只有三维空间 没有办法考虑不同 一百个不同的vibration的坐标 所以考虑在发生事情的那个 出事的发生事情的那个坐标 好 所以这个纵轴是energy 好 那假设它要发生的事情是donate电子donor 好 那你想喔 那个 它要donor donor要donate电子出来 accepter 应该它的potential energy要在哪里 比较能够发生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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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er的那个位置 accepter也有accepter 它的本身的未能曲线嘛 对不对 这边 这边 可能能量先决条件 它的距离要够近 对不对 距离要够近 它一定要先相遇的 有接近 然后呢 它的能量上面最好是有 也够相近 能量上面 这边 导致它的potential energy 如果有重叠的话是最好的 所以最好呢 是跟它有交叉 画的不太圆 通常 通常donor跟accepter 它 最好是它的potential energy 是有closing的 有closing的时候 它辫子比较容易转过去 好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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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往那个donor跟accepter 它的能量的最低点 很难会刚刚好一样 好 它们只要是不同的物质的话 它的那个能阶 可能相近 但是不会那么巧 刚好减并 刚好一样 所以会有一个能阶差 那这个能阶差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 free energy的difference 我们假设它是在一个标准 标准状态 好 好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是去考虑 它们的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沿着反应发生的座标上面 什么 反应座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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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上的距离 而且是在发生反应的这个座标上面 会不会有一点抽象 很抽象对不对 水 水 我们之前在讲 它不是会有很多的那个震动模式吗 对 对 那所以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讨论 它如果反应是发生在 O跟H之间的话 我们每一次去描述 我们不可能把它所有的coordinate 通通通都描述出来 通通都描述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轴嘛 这也是一个 你可以去描述它的变化 你也可以去描述这个啊 甚至你那个 反应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比如说CH3 COOH 它可能只是发生在这边 那你需不需要你每一次都去探讨 C跟H 这三个H的座标 不太需要 有没有 比较不那么抽象 有一点 好 就是你一个大分子 我们现在在 它在发生电子转移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去focus 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发生反应的那个reaction 坐标轴上就好了 其他变化不大的 我们可以假设或假装它没有变化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是有变化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为了要把这个问题简化 我们就注意它发生变化的那个区域 好 OK 好 好 所以 横轴的话是reaction coordinate 就像我们平常在画单一个未能曲线的时候 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它可能有其他不同的coordinate 我们 因为我们是必须局限在三维空间里面去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空间 它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曲线 或者是在这边也有一个空间 它可能有这样的曲线 它是一个三维的 其实不是二维 它是三维 为什么比较交 能量上面越接近的话 它的它比较能够这两个 这两个电子能接上面比较容易发生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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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pling是什么 交互作用 偶合 Electronic coupling 或是Electronic state 就是这个能态跟这个能态之间 如果有交互的时候 有交互的时候 有交互的时候 它的 怎么讲呢 电子它在发生转移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好去描述 比如说它其实 不同的state它是有V function 有波函数的 波函数 那你如果现在没有交互的话 这个波函数 如果跟另外一个 离它很远的 你这个波函数要怎么去 这边有自己的波函数嘛 但是这边它有它自己的波函数 你这边这个之间的要偶合的话 是很难的 或者是说那个波函数 overlap 几率是非常小的 那就变成是一个无效的transition OK 这边我知道比较抽象 但是你们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去了解 你想一下 Donor有它的configuration 它有它 就是现在它 这是A这个molecule好了 它电子是在一个 它本来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 那它现在呢 要把这个电子送给另外一个accepter去 那另外那个accepter 它也有它的位能曲线 就像它的周遭的一个环境 那当这个电子突然要跑到另外一个accepter 这个环境的时候 其实它可能不是在它原本最舒适的范围 它可能不是在它能量上面最稳定的状态 OK 有点像转学生这样 它需要有一个适应期 那这边的话跟我们这边牵涉到一个叫做 那个reorganization energy有关系 reorganization energy 你电子转移过去之后 电子转移过去之后 这个accepter它突然多了一个电子 电子转移过来 多了一个电子 所以它所在的这个曲线 跟它原来这个电子所在的这个曲线 它的configuration是不一样的 是对它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所以它也需要去调试 所以会需要一个重组 要不要休息一下 需要沉思一下 好吗